大家好,今天分享一款家常蔥油饼 外酥里软层次丰富,一起来做吧 先在容器里打入一颗鸡蛋,轻重约50克 再加入280毫升温水,3克盐,3克白糖 将所有食材搅拌均匀备用 盆中加入500克面粉 少量多次加入回合好的液体 先用筷子搅拌均匀 再简单揉几下,揉成团 一刀面垫上,像脱衣服一样,继续揉搓5-6分钟 将面团揉至光滑细腻 分成4个小面积 把它们全部揉圆,揉光滑 盘子底部刷一层油 放入揉好的面积 放入揉好的面积 调个油酥,小碗中加入适量面粉 盐,花椒粉 然后浇上热油,搅拌均匀,调成吸油酥备用 行面时间到了 看一下形好的面团 延展性非常的好 按板抹油防粘 取出一个面积,把它撑长按扁 要用拌均匀,搅拌均匀 带用擀面杖,擀宽,擀薄 擀好以后,涂抹一层油酥 撒上葱花 然后将面皮对折起来 表面再涂抹一点油酥 然后提起面片,边撑长边摔大 再如视频中这样把它盘起来 尽量盘得松一点,这样更容易擀开 全部做好以后,取最先做好的面积 先用手按扁,再用擀面杖擀大擀薄 电饼称预热,刷一层油 用擀面杖卷起饼皮 锅温200度下入饼皮 盖上盖子,大火烙饼 烙至饼的表面完全变色,给它翻个面 烙的过程中,转动一下饼皮 使它受热均匀 烙至一面金黄,再次翻面 看一下这个小油饼 外皮非常的酥 又酥又软 出锅了 我们的葱油饼就制作完成了 撕开里面的层次也非常丰富 可以一条一条四着吃 喜欢的朋友可以关注收藏一下 感谢你的观看 我们下期见 高兴 准备 麻烦 这边 这边 也是 在那边